疫情時期 大家都在比網速 想升級 5G 但是還不想上旗艦的朋友 現在你的機會來囉 Vivo 先前在歐洲市場發表的 Y52 5G 終於進到台灣了 如果想跟我們一起開箱來看看這支手機有哪些亮點的話 就趕快跟我們一起來看吧 但在這之前 請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HELLO 我是麗真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就是這一支 Vivo 的新入門 5G 手機 Y52 5G 這支手機其實在台灣有上市兩個顏色 分別是我手上的這個亮面黑以及冰川藍 冰川藍就是平常大家很常看到 Vivo 的那種配色啊 有點順光極光感的顏色 那手上這一支呢有沒有覺得 好像相對沉穩了許多看起來就比較成熟比較商務的感覺 但其實它這個背蓋的設計啊 因為它是亮面鏡面的嘛 所以非常容易沾指紋 像我現在這樣一碰我的指紋就在上面了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可能拿到就先消毒擦乾淨 然後就裝一下它的原廠透明殼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再來看到側面的話 它其實是做成這種燒光的質地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樣 因為比較不會一直去沾到指紋嘛 可是因為它是曲面的設計 所以旁邊這邊其實還是會沾到 就可能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種問題的話 就還是裝可能會比較好 然後它這次的指紋辨識呢 也是在這邊就是側邊的指紋辨識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3.5mm的耳機孔 然後它這次的厚度呢 只有8.5mm 我覺得是還蠻薄的啦 就是現在手機好像都做得還蠻輕巧的 再來我們看到它這次的鏡頭 在前面的這個水滴孔的鏡頭的話呢 它是一個800萬畫素的前置自拍鏡頭 翻到背面的話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三鏡頭的配置 分別是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200萬畫素的微距 以及200萬畫素的景深 那介紹完了這幾顆鏡頭的規格之後 大家是不是覺得對這些數字好像很無感 沒關係 我們就馬上先來去拍一拍看 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些照片拍出來呈現的效果是如何 在主鏡頭部分我們剛剛往外拍的話 會覺得它整體拍起來其實還不錯 放大的話也都還算OK 只是顏色上面它會比較鮮豔一點 可能天空會更藍啊 或是房子的屋頂會更紅 那至於在人像的部分 它的邊緣運算就稍微的不是那麼完整 可能邊緣的鋸齒狀啊會看得到 但剛剛覺得很驚訝的是它居然有眼部追焦 就是我們沒有想到在入門手機上面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功能 可是它的快門稍微有比較慢一點點 可能大家要Hold比較久才不會一直拍到一些閉眼罩 就像我就會有很多很多的閉眼罩 那至於在它的微距的話呢 其實表現還不錯 因為它只有200萬畫素嘛 但是還是可以拍到3到4公分這麼近的距離都還算OK 只是如果放大的話畫素就會掉的比較快 那至於在前鏡頭的自拍的部分呢 它的美肌我們剛剛是大概都開到50%左右 那拍起來的效果其實還算蠻自然的感覺是 自然好膚質的感覺 然後如果說是皮膚上的一些小瑕疵啊 可能那些小顆粒 它其實還是有保留一點點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自然 比較不會覺得好像美圖秀秀過頭之類的感覺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在它的處理器部分呢 這次則是搭配了聯發客的天積700 配上4加128GB 那至於電池容量的話 是有做到5000mAh 然後支援18W的快充加NFC 整隻手機實際使用下來啊 會覺得說 雖然它沒有辦法比上那些旗艦機種 可是以這樣萬元有找的價格來說 其實都還算是夠用 如果說是你要找一隻5G手機 然後當作你的備用機 或是給長輩給小朋友來使用的話 其實是還不錯的選擇啦 那除了VIVO的Y52 5G之外呢 其實五六月是非常多陸戲手機大場的大戰之月 有非常多隻手機都在這個時候公佈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心裡已經決定好 要買哪一隻手機或者是你還在觀望的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麗珍我們下次見 掰掰